經詳細考慮後 我會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姓居民發放一萬元 財政預算案這頭宣佈回水一萬搶光 轉過頭波叔就說要考慮開徵銷售稅 難道市民未收到錢就要偶特 嚴重講矛盾不夠勁 行推銷售稅火上加油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接受外國傳媒訪問的時候說 不排除會開徵銷售稅 開徵銷售稅這件事 早在06年堂堂做財政司司長時已推過 最後得不到公眾支持計劃拉倒 誰知今屆政府又重提救市 當年社會氣氛上算和諧都過不了 今日民情洶湧反而重提救市 難道現屆政府真的太有自信 問題在哪裏你知不知 你知不知道 你只是對自己太有信心 如果用四個字去概括這十幾年 一定是中港矛盾 激發起不同的民怨 自由行就是其中一個火頭 全靠我們 內地人來香港消費支持 他才有好日子過 又不是中央政府支持 香港完蛋啊 開徵銷售稅根據當年的計劃 旅客是會得到退稅 即是說 自由行一邊來消費救港 然後退稅拍拍屁股走 香港人就乖乖地交銷售稅 試問這樣的施政 如何舒緩社會矛盾呢 何況現在什麼時勢 又說零售旅遊寒冬 想開徵銷售稅踩多腳 是 各位網友 獅子山學會的獎學金現證接受報名 如果你或者你身邊的同學 都想申請這個獎學金的話 請到以下這個網址申請 多謝